左右包夾示威群众喷洒胡椒水 投擲閃光彈催淚瓦斯 美国首府华盛顿特区街头一片混乱 示威者光着上半身坐在地上 被胡椒水泼及个个表情痛苦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再度访美 还受邀前往国会演说 面对这位迫害者 挺巴勒斯坦民众再度集结上街 跑到哥伦比亚纪念喷泉喷漆 写上哈马斯就要来了 更有人高举哈马斯旗帜 火烧纳坦雅胡头像甚至美国国旗 场外混乱场内一样热闹 纳坦雅胡才占定位就有人拉开外套 露出抗议标语 演说途中也有民主党议员 举起战争罪的牌子 至于纳坦雅胡演说 先感谢拜登再拍川普马屁 毕竟大选过后 美国谁当家还是未知数 纳坦雅胡演说两面讨好 不外乎就是希望选后 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还是可以坚弱磐石 只是在没选混乱之际 纳坦雅胡这趟访美行 讨讨论度恐怕和西方国家 对他的支持度一样 大不如前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直播剧新闻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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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剧新闻网站